可林昌佐犯了四個錯 破口事件的時候 大聲幫萬華人講話 今天他是中正萬華的立委 他不是站在陳時中跟陳吉仲中間 林昌佐的網路用的比馬路多啦 因為他雖然是中正萬華的立委 可是他沒有住在中正萬華 可林昌佐犯了四個錯 第一個錯就是 他忘記在上次的3加11破口事件的時候 大聲幫萬華人講話 因為全台灣113個立委 其中70幾個是區域立委 他是唯一一個中正萬華選區的 就像韋山你是板橋嘛對不對 對 板橋如果出事 板橋的市民也會希望 板橋的議員出來幫板橋人啦 就這麼簡單 加油一下 對 那他那時候他應該要講清楚 那像浩宇 浩宇他認為萬華是破口 他都沒話講 除非說林昌佐認為萬華是 要不然他應該就要出來 甚至在立法院的時候去問 衛服部 我講一句 我講一句白一點 如果是王世堅 說中山大統是破口 王世堅一定跑下去 如果他立委 他以前當立委喔 他可能就這樣 講完就過關了嘛 所以第一個 林昌佐他忘記跟萬華人站在一起 第二個呢 林昌佐站錯邊啦 剛剛韋山在講 還有那個浩宇在講 今天他是中正萬華的立委 他不是站在陳時中跟陳吉仲中間 這是官員區耶 旁邊還有王美花 他應該站過來在林東旁邊 就像今天 韋山如果出現在任何的場合的時候 他不用去站在侯友宇旁邊 因為他是監督侯友宇的人 我從來沒站他旁邊 對 對對對 如果韋山今天站在侯友宇旁邊 而且還是 直接是拍侯友宇 後面就是背後 你就是在韋山的時候 你就怪怪的 因為你是監督他的 那我剛講林昌佐四個錯 第一個忘記幫萬華人講話 第二個站錯邊 第三個他還住錯地方 因為他雖然是中正萬華的立委 可是他沒有住在中正萬華 他是住在大安區 那當然也是台北市 可是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還是有影響喔 人就會說你不是在地的 如果你今天要當那個地方的立委 說實在的你就住在那邊 像這樣的立委不止一個 我就不點名了 就是我是這一區的立委 可是其實我住在別的地方 這個對當地的民眾來講 感覺會比較不好 你看很多中南部的立委 為什麼天天要坐高鐵回去 人要看到 看不到人 看不到立委 老百姨就不會投票 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林昌佐的網路用的比馬路多 就是說他拍的影片 他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不錯 他對中正萬華一定有幫忙的 一定有做事的 你不要講林昌佐沒有做事 那這次林東跟他吵架 罵他 但是他還是支持他嘛 他只是說因為好朋友 所以不爽我就講 但是網路上面拍那影片 是年輕族群會看 浩宇會看 我們年輕一點的可能會看 但是 五六十歲六七十歲 可能不是看網路的人 像林東 但我要做個結論 剛剛市長在講 林昌佐的第二次選舉 就上次2020之後 因為 韓國瑜大敗 那蔡總統大勝 所以有一個海嘯 國民黨輸了很多 我現在把票數爆出來給大家看 今天 我們相比待會第一次講 中正萬華二十四萬人 所以他的罷免門檻非常低 比浩宇那個還低 六萬人 但是 林玉芳上次選舉拿到七萬六千票 還有一個台灣民眾黨 他沒有入黨 可是是民眾黨支持的 徐立信 因為他是做法律服 兩萬兩千票 所以加起來呢 總共將近十萬票了 我沒有偷給林昌佐 林昌佐是八萬一 他只贏了林玉芳五千票而已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下次選舉 我都覺得有點困難 不要說什麼選擇 一張啦 算一張已經沒了 林昌佐這一次其實是 他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台北市的做得不好 但是 地方的選民覺得說 你才做得不好 你是立委 你更應該站在民眾的角度 薪酬就恨 我剛剛講那幾個 沒有住在中正萬華 沒有幫萬華人說話 使用網路比馬路還多 這個就是我們政治人物 明代可能要做借鏡的啦